走 走 走 咋好了 你出来啊 爸 那您怎么来了 又没有换鞋呀 不用 过来看个跳跳 想她了 坐 你看 这是爸 亲自给他造的 现在小男孩玩不着这个了 都玩这个没意思 是 他肯定喜欢 这个小木头枪 比这买得好 是 现在这小孩都玩不着这个了 是 谢谢爸 那 那个什么呀 那个 你怎么了 这这么凉的天还出那么多汗 你看这鼻子 没事吧 没事 我刚才打扫卫生来着 哦 我倒点水里再渴 不用吧 我就给你倒了 你坐你坐 好 来 那两百开就行啊 哎 哎 爸 喝水 清醒啊 哎哎哎 你这结了婚了 这这也不能这样 你瞧这这恶乱 以前在家的时候 你看你那屋收拾多利索啊 可是你是军人家庭里出来的孩子 好的品质 那是得保持的 是 小女子 还不回来欢迎老爷呢 哦 跳跳去上钢琴课了 哎呀我就说你们这帮家长 都这样 哎呀这一孩子 到周末都弄得一样 不是学这个学那个钢琴那有什么意思吗 你还想让你儿子成钢琴家 要我说呀 还不如锻炼锻炼 对吧打打球跑跑步 弄你好身板比什么都强 是 我们准备给跳跳报个武术班 这我赞成 对吧男人嘛 对吧 爸 妈怎么没有来呀 你妈说去看客欢喜去 你看我看 我看挺有动静 你没听见吗 什么什么声音 我 我没有听到声音啊 您听错了吧 肯定有 肯定有 肯定是吧 哎爸 爸 我没什么声音 肯定有 我想你做吧 我虽然眼睛滑了 可能耳朵绝对最好使 我跟你说 爸 别出声了 脚下轻点 轻点 就在这 就在这呢 别吵了 大叔叔 魂喜 你 妈 你每天这么待着无聊不 我们又不能好好地陪您 要不您回村里住几天吧 怎么 那帘我走了 没有的事 我只是觉得牛大哥 对您一片诚意 你也该跟人家好好地聊一聊 你以为爱情像炒菜啊 混乱搭配啊 我跟你说啊 你妈我呢 是欣赏对爱情特别执着的人 但老牛啊 只懂执着不懂爱情 谁说他不懂爱情啊 我觉得他很懂 倒是你自己 太不解风情了 请牛容易送牛男的 这个人呢 开不得玩笑 当真 感情的事情 哪能开玩笑啊 我可能是呢 牛二梦中的烂满饭 跟牛二呢 不是我心里那盘财 不对口味的爱情啊 不会幸福的 人家对你那么好 你还故意欺负人家 说好了这次啊 你得亲自接他出来 什么 我去接他 绝对不行 他又该误会我喜欢他了 不行 绝对是不行 怎么不行啊 做错事情就得自己承担 这是你教我的 妈现在老了 这次啊 你爸爸得一当了一阵子 等我想好了办法呢 再解决 这样大家呢 都能解脱 要不然他这样 鸡飞狗跳地闹下去 咱们全家 都会被他逼疯啊 哪能啊 我怎么挡得住啊 你看牛大哥那个爱火 像一团团熊熊的烈火 熔熔的海啸 我就是拿一座山 别挡不住 就是再熊熊的烈火 再熔熔的海啸 我孙凤梅也坚决不从 夏米儿 你听妈的 你先把她那儿送回村 等姑息之子呢 我回来再跟她慢慢谈 行不行啊 你帮帮妈吧 好 好吧 那我就帮你一次 可是这一次啊 你得好好处理 喂 走 赶紧找个电 给我打 爸 你 你们去了 真是她找我出来的 自我自己不好 爸 你这么去 不得跟人打起来啊 她又怎么样 她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 走 走 哎呦 爸 你 我告诉你啊 这事不管是谁的错 她把你赶出来 就是差不多对 找她去 哎呦 爸 你怎么不许事 让我自己来许事 咱俩谁说我算 总之股票的事情呢 千万不要信别人 全都听我的就喝点 好 我知道我知道 靠你了啊 嘿嘿 为了才技 加上你的仙计 我们肯定所向无敌 嘿嘿嘿 我怕你 我怕你 我不许事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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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可以 我怕你 我怕你 是什么这样子 我怕你 老板娘 要不有什么事情 咱们回家里去商量 说不了 夫人 有什么话现在都说清楚 早就该说清楚了 我们来就是想 想问问 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做不合适 你说呢 我也不同意啊 要不是他大着肚子 怎么可能进我们冷家 你们这叫 邪天子以令诸侯 我也是被逼无奈 你说的这话都是过去的事 说咱们就说了眼下 你说他一个孩子 又是个孕妇 你就这么把他撵走了 不合适吧 是 欢喜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或是我们白家有什么不周到 我们可以像今天一样 大家坐下来有商有良的 不至于让孩子 就这么回去吧 够了 我们大家今天就把话挑明了吧 从一开始这婚姻哪 就很勉强的 不受祝福的婚姻 是没有幸福的 我也不希望他在我这边受罪啊 何必呢 我 我没有受罪 我 你回房间去 冷福荣 冷福荣 你当年不是也被人搞大了 豆三 对不起啊 你不是也在没有人的祝福下身的康城吗 同样都是女人 你怎么就忍心 让欢喜不得的后尘呢 我就是因为受过那么多年的罪 我知道我有多辛苦 我才不想让你们的女儿在我这受罪啊 谢谢你好心 欢喜跟你当年不一样 康城也跟他老子不一样 他们俩真心相爱 愿意肯负责 就是因为愿意负责 赶快结束这可笑的闹剧吧 告诉你冷福荣 你要在这儿无情无义 别怪我跟你翻脸 我让欢喜身上的孩子 长大了以后 我找康城去 坏那个叫DNA 到时候我让你家康城啊 不管是大律师 是大法官 我让他身败名裂 别忘了 不是丢脸 是身败名裂 你 别吵了 别吵了 我们哪儿也不是吵架的 就是觉得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孩子 应该给孩子一个交代吧 是啊 不是 人家常说 能够聚在一起就是有缘吗 我们这辈子 再苦再累 不都是希望下一代 能过上好日子吗 同样是女人 同样身为母亲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 可是孩子们都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身为长辈 也只能给他们建议 不能给他们做任何的决定 不是吗 你们 你们非把我和康长 变成罗密欧和朱丽叶吗 啊 不 不要 我 你 不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